长期以来 人们对鳄鱼的死亡翻滚总是津津乐道 其翻滚力道相当迅猛 能轻易撕碎猎物 但有好奇网友发现 鳄鱼在地上做死亡翻滚力量非常强劲 而漂浮在水中翻滚时则会头尾互相反转 使撕咬的力道有所减弱 那这是什么原因呢 据说猫咪仰面下坠却能四脚着地 也是利用了鳄鱼的翻滚原理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还有宇航员声称 通过学习鳄鱼和猫的转体动作 就可不靠外力在失重中自主转向 看来想弄清这些问题 我们需要找条鳄鱼来研究 正巧草地有一条吃饱晒太阳的鳄鱼哥 我表示打算研究它的死亡翻滚 鳄鱼哥勉为其难地说 今天已经有两个来研究的人进了肚里 实在是吃不下了 那我就勉强翻两圈掩饰掩饰 说把它尾巴弯向一侧开始表演 只见鳄鱼哥慢悠悠地翻滚起来 虽然它的尾巴弯曲方向不变 但身体却在持续自转 原来鳄鱼哥的腹背和尾部肌肉十分发达 当背部下弓成侧躺姿态时 它的腹肌开始发力收缩 而贴地的尾部则肌肉发力扭转 共同推动肚皮向身体弯曲方向旋转180度 接下来背部肌肉开始发力收缩 而尾部肌肉继续扭转 又推动肚皮再次旋转180度 如果从鳄鱼咬住的猎物视角观察 就会看到死亡翻滚时 它的腹部和背部肌肉会间隔半圈交替发力 同时尾部肌肉持续处理扭转 共同推动身体连续翻滚 但如果让鳄鱼处于失重状态 会发现这套翻滚动作 其实是体表绕纵轴自转 和整体反转的迪加动作 但为啥会这样呢 如果只观察体表的自转动作 发现是由于它必须弯曲尾巴 才能贴地发力扭转 造成身体前后两段产生了方向不同的角动量 而失重的鳄鱼 其实角动量和总外力局始终为0 因此它的角动量横等于0 所以必须整体反转 才能保持角动量守恒 但也因此使转速出现抵消而变慢 当鳄鱼漂浮在水中翻滚时 整体反转的角速度会因尾巴遇到水的阻力而变慢 因此水中悬浮翻滚的转速 介于贴地和失重之间 同理当一只猫仰面坠落时 由于它总想四脚着地 于是背部肌肉发力收缩 使前后腿距离增大 背部向下弯曲 同时一侧腰部肌肉也在发力收缩 前拉身体不断向侧面弯曲 这个过程中猫的弯曲方向不变 但体表在肌肉前拉下 绕着纵轴旋转 因此把猫看成前后两节 其角动量也出现了夹角 但猫的其实角动量和总外力矩也都是0 因此空中转体的角动量横等于0 所以它同样也在进行着整体反转 这两个动作叠加 就可使猫在角动量守恒的失重状态下转体落地 因此和鳄鱼翻滚如出一辙 宇航员虽然不是猫 但只要把腰弓起来 同样可通过腰背和腹肌发力 让身体上下两节在孤勇中自转 由于整体角动量同样为0 因此整个身体也会慢速反转 二者叠加就是宇航员在孤勇中完成转体 但这看起来较为愚蠢 因此有人发明了跑步转体法 要点是当胳膊腿向左侧甩出时 尽可能远离身体 使甩出部分的转动灌量增大 以推动躯干较大角度右旋 由于胳膊腿是折叠构造 收回时是在后摆中向上移动 因此紧贴躯干收胳膊腿 回收部分的转动灌量就会变得很小 只能推动躯干微小左旋 因此四肢交替向左摆动 就可推动躯干持续右旋 显然这种方法更符合人类 而不是喵星人的动作 所以看起来更加顺眼